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今天要继续来谈一谈 很多人会关心当发生到医疗纠纷 看到好像是人家发生的事 有没有一天可能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好 翠芬我们回来 先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伤心的父亲举例 他呢 其实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今天就说了 我的孩子呢 医生说 早产儿心肺功能比较容易有问题 但是呢 他说 我的这个小孩呢 他出生的时候是嚎啕大哭 而且是哭得蛮久的 我觉得他心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他还谈到了 他说那时候啊 这个孩子在接受急救的过程 他觉得好奇怪 因为他觉得这小孩啊 脸色是发白啦 发青啦 那他甚至都不知道那是死还是活 那其实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讲 那你可能很多的一些生命迹象 你都很难去从旁边用肉眼去判定了 那么所以呢 当医生来告诉你什么的时候 你是该接受呢 还是应该去质疑呢 有时候还真的没什么把握 所以当面对所谓当医疗纠纷发生了以后 真的不太知道要如何去面对跟处理 崔芬谈谈你的专业经验 真的我觉得民众真的是很弱势的一群 因为医生常常用一些专业的名词来唬你 说他多严重可能已经发肝了 他名词了一大堆 怎么新症怎么破损 那奇怪的名词 然后你听了就洒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就说你应该要先咨询 因为现在其实咨询的管道还挺多的 像如果你有早产儿问题 你可以上那个早产儿基金会 可能还有一些比较专科的这些医院 你应该到这些医院来就医 然后求诊 就是赶快找你的专科这样 那像之前不是也那个开刀吗 说什么肿瘤开进去才发现说身上没有肿瘤 可是他也被白挨了一刀 这种事情其实真的是屡见不鲜 还有碰到那种开错边的 真的 就像乳房 本来应该是在切哪一边 他真的切掉另外一边 后来他就说 那我顺便另外一边帮你切了这样子 就是医生都会用一些名译 就说我是怕你说以后会复发啦 所以我就干脆同时帮你处理了 事实上他是处理他没有做好 他就让一个女生 白白损失两个乳房这样 对 可是像这种情形 病人真的很容易在专业的这种名词里面被唬了 所以你应该 所以大家都说 你应该赶快找第二一件 我觉得在开刀前 第二一件其实还挺重要的 像之前 如果那个像那个开进去 发现肿瘤不见的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医院的处理确实不够谨慎 应该在开刀前 其实还要再做一次检查 确认说 你的肿瘤在什么位置 你怎么有可能说完全不知道位置就进去开刀呢 哪有医生这么的迷糊呢 这样你这种当你都敢开 你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 有的错其实是明显的 但有的错 其实你真的很难去辨别 它是对还是错 对不对 这个其实你要去透过其他的一些咨询吗 比方说像您刚才讲的说 如果今天是生下了早产儿 你知道要去找早产儿的专业机构 基金会 但问题是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管道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找 那要如何去处理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病友团体 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因为病友之间 他们会传递一些讯息 哪个医生好 哪个医生比较可能会有问题 甚至还会收一些什么礼物啦 红包的之类的 他们都会在口耳相传 然后我觉得你透过这样的讯息 去打听一下 那当然 可能也可以透过网络的资讯 网络的资讯可以参考啦 然后在不同的医院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法是 你可以找你认识的科的医生 比如说你本来可能是心脏科 或是什么高血压的问题 可是你今天突然有一个别的科 你可能有了一个肿瘤 那你就请这个医生 比如说我那个爸爸或是谁 他现在有了一科 长了一个癌症 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说 你认为你们那个医界 你认为好的医生 由这个医生 因为这个医生是你觉得 你长期信任的医生 由他来建议 觉得那个科别里面 觉得还蛮信任的医生 因为这样子会有口碑 你不要找同一科的医生 同一科的通常会有同行相近 因为他们互相竞争 那不同科的 他们也会互相打听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 反而比较容易打听出 真正的好医生 是 不过很多的市井小明 在面对这个专业的医师的时候 还有尤其是大医院的时候 会觉得更无助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好像自己是已经被 这个困在了一个白色巨塔 你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 那个庞大的机制 对 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被害人的爸爸 在主科上班 他有一定的这个 专业 你遇到那种医疗的时候 你说你在说什么 我们听不懂 我们觉得是专业 可是对医生他们之间 他们觉得是行话 你看前一阵子 不是有那个 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爸爸 看到全部都是这个英文 那个潮血那个病例 他一个一个翻 一个一个把它翻译出来 那也有很多团体在推那个病例中文化 你写英文谁看得懂 那这些东西 刚刚刘大哥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把案子 因为法官最后还会把案子 委托给这个 卫生署的医治审议委员会 我们目前国内就这个机关 别无分号你知道吗 那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通通都是医生啊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那这个诊所 以前有很多医疗纠纷 是什么小朋友的啊 那个急救生的这些纠纷 可是我这样讲 观众朋友不要太介意 我想我想崔芬姐可以帮我证实说 我们讲台北市的这些医院好了 都大间的医院 什么什么联合医院啊 什么荣总啊 什么台大 哪一间没有医疗纠纷 你说比较大间的 我每天白人这么多的 你给我顾一下 我给你顾一下 哪一间没有过医疗纠纷 哪一间没有说 因为这个你的手术啦 急救什么 然后人就往生了这种的 然后官是什么的 我跟大家报告 我的研判是每一间都有 因为我们现在跑法院 哇这个过来过去什么的 你想象中的大医院都有 就不要点名了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 那个资讯的揭露 譬如说这一家坐月子中心 或这一家妇产科 上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说去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说让消费者可以说 那我今天 我的太太要生产 我要找一家这个 比较好的妇产科的时候 我有没有办法从 这个公开的资讯里面知道说 这间常常出事 这间更安全 或者说刚刚这个 崔芬姐提到说 这间有百万名车级的 这种保温箱 相关的配备 那我愿意多花一点钱 那我就选哪一家 这样才能有办法选择 没有人都 虾子摸虾 看起来 我一间看起来都漂亮 他就去年后 原来你之前 常常有这样的 什么台关抗议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对消费者的保障 其实这一点应该要加强 好 休息会进广告之后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看看 这个空军司令雷玉琪 他被降掉了 那么但是呢 当大家都在看 怎么这次马英九总统 他的出手如此的明快 这个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 还有就是这个 国军之间 这个高官呢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 黑幕重重 休息会马上回来